你 爹 你找到慧俊了 你妈呢 妈不是跟你走了吗 爹 你到底有没有去找慧俊啊 对了 这边不能再住了 走 我不走 我不走 好 慧俊 你别乱来啊 妈 人都到齐了 慧俊 有话好好说吗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躲我保元7号的时候跟我商量过吗 你躲我无家祖产的时候跟我商量过吗 你躲我妈逼死的时候跟我商量过吗 今天我要让你一面看看亲人被逼死的样子 慧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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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看到我父亲是要亲不来去办公 我妈 你放过我妈回去 慧俊 这根本就不怪你 想怪就怪你爹去吧 你们都去死吧 爸 妈 妈 你我哪儿跑 月儿 我们要躲一躲啊 你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别出身 千万别出来 那边 快去 爹 回家去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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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啊 聪明一世的刘老爷你有今天啊 怎么样 你是自己下去 还是我送你一程啊 文君 你也太狠毒了 我真是瞎了狗眼 我怎么会把女儿嫁给你 要不是你这个做父亲的 我和秀平也许是一对很爱的夫妻 很可惜 你们都把我当成争夺吴家家产的筹码 你们以为我会心甘心愿当你们筹码吗 不管是吴家还是刘家 都应该是我吴贵君一个人的 你别过来 你过来老子给你拼了 你过来 来啊 来 来 我以为你死 我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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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以为你 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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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这儿 你出来 我不会伤害你的 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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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秀平 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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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秀平 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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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你一天的样子 像吹鸟一样的 你又在接我的老底了 现在你是一心的老板的 我不敢对你无力 说到一心木雕场 我还得感谢你的 要是没有你 我怎么会有今天 是你的男人吸引了我 喝咖啡以后 我们去工程里看看 你知道 欧洲人的火 定下来的 他们就成功了 好 这么久没见 你们都长妹了 带你们出去见见太阳 大少奶奶 没有米了 怎么办呀 千万别告诉我一下 你过来 你带我柜子里 把那件黄色的 蓝色的 还有那个香了红边的衣服 拿着去当吧 可是你穿什么呀 别说那么多 别说那么多 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 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像现在一样 单纯的像个孩子 你的帅致着 你的帅致着 可爱 活泼开朗 甚至那副 没心没肺的样子 都吸引我 要是没有你爹 我们该是一队 多么令人羡慕的夫妻啊 多么令人羡慕的夫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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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哈 喔 啊 啊 啊 来 来 九一 我要走了 我要去县城 那里的生意需要我来搭理 好容易从你爹手里夺回的一切 我必须要珍惜 无论我妈有多恨我 我都要用行动证明 吴家只有在我的手里才能够传承下去 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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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原谅我 我真的不能带你一起去 面对你 我会想起你爹对我们吴家的所作所为 我有恨 面对你 我也会想起 我对你的所作所为 我有亏 如果我们继续生活下去 我真怕哪一天 他 我会变得跟你一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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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今日把各位长辈请到这儿来呢 我是想希望大家能够像当初支持我爹一样的来支持我这个晚辈 那么我将不慎感激 今日的茂园旗号是由保园和茂红两家旗号合并而成 刘老爷和吴老爷之间的恩怨我们也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们只是想知道今天你坐在这里当家 代表的是吴家呢还是刘家 我是吴家的儿子 也是刘家的女婿 这之间的区分需要那么清楚吗 可毕竟是刘老爷收购了七号 你的立场不免让人产生怀疑 其实不论是吴家还是刘家 现在都经营着辉州最好的七号 现在两家并为一家 你们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的立场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其实吴家和刘家的恩怨也不是外人能够了解的 我只知道我将不负我爹和我乐章的重托 不如保园和茂红的声誉 刘老爷现在人在何处啊 怎么一直没见得露面啊 他老人家年纪大了 一直想抱个孙子 可偏偏秀平身体也不好 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到这个校 现在我岳丈和岳母啊 在山上烧香拜佛 准备在寺庙吃斋半年 以诚心打动菩萨 好让刘家早日开花结果 各位总好 去旅宫 各位总好 去旅宫 欢迎光临睡觉 旅宫旅宫 走好走好 你站住 大哥 大哥 你怎么出来的 保园七号的招牌呢 爹辛辛苦苦苦创下的保园七号 怎么变成了茂园七号 大哥 就是换个招牌嘛 你别是逃出来的吧 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真的把保园七号卖给了六家 大哥 你这儿很危险 被人认出来不得了 来 送你去 大哥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现在茂园七号由我来掌握 这和爹留下的产业不是一样的吗 这不一样 你心里很清楚这不一样 慧君 妈妈已经被你给气死了 你还不知道悔改 现在连五家最重要的东西你都要背弃 你非要这么去做吗 但是我妈 她是我亲妈 她走了我比你比夜晚心比所有人更难过 你别用妈的死来向我问罪行吗 吴慧祥 保园七号的招牌是没有 但是冒园七号的仔 那是我的 她是我吴慧君自己用双手打拼出来的 你们当初和我争 争 争到最后这份产业不还是露在我手里吗 你们现在又有什么可忌妒的呢 保园七号是吴嘉的 不是你的 你再这么下去我会毁了你自己 你别用这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来跟我说话 我的将来不需要你预言 邓声奶奶回来了 你买了几斤你啊 买了五斤呢 慧祥呢 她好像出去了 出去了 什么时候出去了 去哪了说了吗 我不知道 她也没告诉我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站住 你给我让你跑 不要我冰奶 你别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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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个护去 走 走 走 你出来干嘛来了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我把苏公墨卖了 今天你把墨卖了 明天卖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卖你肚子里的墨水呢 那永远都卖不完 只有你会这么跟我说话 你放心吧 我只不过卖了一块灰墨 我并没有放弃我的理想 我刚才去了保园七号 看见惠俊了吗 嗯 我们吵了一架 惠俊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连妈的死都换不回她一点点的良知 惠香 虽然惠俊是你的弟弟 但是 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师 吃 惠祥 喝点莲子羹吧 晚上你就没吃 吃不下 哎呀 你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了 过段时间 日子久了 就不会有人再记得你是个犯人了 嗯 但愿吧 但愿我们俩齐心合理 能够早点把保元七号的招牌挂起来 快快快 奉命抓拿逃犯吴慧祥 你们搞错了 吴慧祥不是逃犯 废话少说 是不是逃犯那的我们队长说了算 你还是乖乖给我走一趟吧 带走 你们不要抓人的 吴慧祥不是你们不要乱抓人的 你们不要乱抓人 慧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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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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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队长 你跟我领导要见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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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真是对不起 这么晚打扰您了 这么晚呢 找我什么事啊 我想求您让我见见 我的丈夫吴慧祥 吴慧祥 她是逃犯 逃狱是重罪 你要见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得付出代价 代价 你要见你的丈夫 就得付出我感兴趣的东西 已经这么点啊 就这么多钱 这是我们家所有的钱 哎呀 掌监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见见我的丈夫吧 来人 哎哎 哎哎 哎呀 哟 哎呀 我拍摄了 哎呀 哎呀 河 哎呀 慧祥 维兴 慧祥 你怎么进来的 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了队长了 都是家里吃饭的钱呀 维兴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我想来看你一眼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搞的谜 你是说慧俊吗 维兴你听我说 你现在马上回家去 我在接你做文书的时候知道 只要抓回来的逃犯 他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的 会被判窝藏罪一起给抓起来 所以趁着他们现在还没有去找到你 你带着若兰他们一起逃吧 什么罪窝藏罪 欧嫂爷 进门开门 欧嫂爷 他们自 谁是欧若健 怎么了 你没舌舌祸 窝藏讨饭 带走 这 不是 干什么呀 谁窝藏讨饭了 抓我 干什么你们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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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走了 抓走了 知道你自己犯的什么罪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知道 等等等等 我 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 窩藏罪 又知道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不说老实话 队长 那窩藏罪是 是他们说的 我不知道我窩藏谁了呀 你哥哥是逃犯 你知道吗 知道 可我没有窩藏他呀我 还嘴硬 我问你 他逃出来有没有去过你的茅园七号 去过 那你还说你没有窩藏他 知情不报就是共犯 对对对 队长 我大哥逃出来的消息 那是我派人去报告您的 是你告诉的 对对对就是我 就是我派人去报告您的 我最恨的就是出卖兄弟的人 来 来啊 给我把这个不够兄弟称义的家伙 给我突然关起来 队长 我在 队长 队长 我冤枉队长 好 好了 你们两兄弟又见面了 不用急 慢慢聊 很快我就会把这个案子报上去 过不了多久 你们两兄弟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你满意了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啊 我在监狱做文书的时候知道 像我这样的逃犯被抓回来 家人会受到牵连而被捕 但我没想到第一个被抓的人是你 别让我知道是谁在背后搞的鬼 要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也一样 如果让我知道谁在背后害我和我的家人 我也不会放过他 大嫂 你说就这么点钱 能将大哥保释出来吗 这个李队长是个非常贪财的人 这点钱肯定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那怎么办呀 你只有先试试看 至于他会不会相信我的话 我只有到时候才知道 就这么点钱 你让我放一大活人一重刑犯 钱是少了点 可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 要不是因为我丈夫从小就体弱多病 我也不敢来求您放他 你就不怕我以窝藏队把你也抓起来了吗 你既然知道我喜欢钱 怎么敢拿了那么点钱来求我 你以为我会答应你一样去吧 您肯定不会因为这点钱就放人 但是我知道 虽然我没钱 只要您放了我的丈夫 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迫不及待地来给您送钱 好 我丑话可说在前头 要是事情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明白我意思吗 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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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冤枉我真的冤枉队长 你把他给放了呢队长 你别走 他老婆保释他 他老婆就是真正的窝藏犯了队长 真的 你还真是丧心病狂了 密告的哥哥还不够 还要拉嫂子下水 我告诉你 抓人得有个被告和原告 现在没人告你嫂子窝藏罪 我自然没有理由抓他 懂吗 我现在可没告他 你疯了 你快走快走快走 你别走 你别走 没人保释你 老实点待着 队长队长 我也有病 我也有病 我看你还真的有病 要是有人能够保释你 可以告诉我一声 明白吗 队长队长 队长 我真的冤枉队长 队长 队长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要让你彻底摆脱罪犯的身份 什么 从今以后 堂堂正正 彻彻底底 做一个自由的人 回家吧 来 队长 来人 给我把接工信送给冒营七号的掌柜 是 队长 什么时候能放我回去啊 这得取决于你的掌柜给你送钱的速度 在此之前 还得委屈你 在牢里给我待着 队长 你就高抬贵手 先把我放回去吧 钱我一定送到 队长啊 我老不在家 他 他这个神经有点问题 我不放心啊 别跟我耍花招 好好的在这儿待着 等你的掌柜给你送钱来 队长 快 队长 队长 你 队长 队长 钱我一定给你送到 队长 你就先放我回去嘛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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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们东家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好了 队长 带他去见他的东家 谢谢队长 走了 走了 怎么样怎么样 把钱交给李队长没有 一切都办妥了 好了 你可以走了 好好好 快去快去 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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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修萍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不要你走 我再也不要你走 不走 不走 你要走 带修萍一起去 好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不会的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不会的 老大爷 快 把队又来来了 我保时机不是交了吗 你们还来干什么 对不起二少爷 等队长指命 还得去我们走一趟 是你们队长把我放出来了 我干嘛还要去啊 来问我们队长去 修萍 快快 快 走吧 找我二少爷的 四 放开我 放开 别 我要见李队长 到见李队长 为什么会把我抓回来啊 二少爷 真不好意思 你刚一走 上次就要顾问这个案子 所以 少爷把你请回来了 为什么就请我一个人啊 我大哥怎么不请啊 你哥哥的案情已经很明白了 没有必要再过问一次 可是你的罪行还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 就先把你请进来咯 那我的保时机白交了 你哥哥是个穷光蛋 请他进来干什么 要钱还是要命 你自己看着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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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 没有 我就总卷你 你要是不想出去 这钱我还就不要了 你给我回牢里好好的待着去 长官西路 长官西路 我们东家呀 他年轻 不懂事 你呀 还得多多原谅他 东家 快给长官赔个博士吧 怎么样 好像不吃眼前亏 醉不住啊 李队长 好了好了 我也不跟你们计较了 吴慧俊 走吧 我去吧 怎么了 还舍不得走啊 李队长 你能不能保证 你的人不再找我麻烦 不能保证 要是哪天上头又想过问这个案子 还得把你请回来 那你们这样抓了放放了抓 我不是一辈子要在你们这儿待着呀 你这个人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李队长 那你给我指条路 有一个办法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 好 你说还要多少 三万 到啥 还是一个人的 我还得出两个人的钱 你脑子里有酱火 你哥哥是煮饭 煮饭的罪不消你就永远是从犯 这一点你想不通 你就随时准备的 洗干净屁股陪你哥哥坐牢吧 你呢 你那咱们有没有人 你呢 你呢 你对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说他们二老出了远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你这非要等他们回来才能兑现的话 我的七号倒闭了 你来担这个责任 好吧 我给你拿钱去 二少爷 你的家里还真不薄啊 这么多银子 你说出来就筹到了 李队长 这 大阳呢 也按你要的书我给你筹到了 这事儿你是不是真能办妥呀 看好了 这是你哥哥的罪案 我已经弄到手了 他的罪消了 你的事也就了了 对对对 我向来是个说话算话的人 是 是 那咱们销毁吧 等一等 你们进来吧 李队长 李队长 嗯 今天我要当自你们兄弟的面 把这档案给销毁了 好 二少爷 我知道你们兄弟不合 在这儿呢 我想做个好人 劝你 这能做兄弟 那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别老想的害你的兄弟 我是个初人 但我知道 这骨肉青书天理伦常 兄弟相残 最后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李队长 没什么事情 我们说可以走了 没事了 走吧走吧 谢谢 走吧 二少爷 你嫂子可真是个聪明 是 是 你 你们俩站住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搞的 你别栽在我手里 要不然我心脏老张一起算 随便你怎么说 我问心无愧 那你最好要给我记住 我也不会忘记 如果你敢动他一下 我绝不会放过你 你来的 东西 你怎么老约我到这儿来吃饭了 因为在这里有你的灰州的老项 而且是三重进来 不可能 我们灰州女人 绝对不会这么抛头露面 现在 什么年代的 干杯 干杯 你干什么呀 你放手 你放 你放 你放手 小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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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